小歐遊 歡迎觀看小歐遊台灣 這集為各位介紹 為台南市南溪區 中文水庫 及裡面的景點 如果想要在這邊參觀 開車民眾 由北往南的民眾 可以開國山告訴公眾志中埔之後 轉往中文水庫 由南往北 可開置預期系統 轉往中文水庫 就可以到達這裡 搭車民眾 可搭 預幹線 自預警之後轉達綠24線 就可以到達這裡 我可以搭乘 大浦幸福二號巴士 台灣好行 我可以到達這裡 簡單介紹一下中文水庫 它是全台灣最大的水庫 它很跨台南跟嘉義 建於民國56年 供應著整個嘉南平原的用水量 裡面很大 我建議你來這裡的時候 最好是開車或是騎摩車來 會比較方便 因為做公車來的話 是比較方便一點 等一下我們就是到裡面 較有名的景點參觀一下 我身後就是中文之眼 也就是 中文水庫遊客中心 我們進去裡面 參觀一下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中文水庫 我讓各位知道一下 中文水庫的結構 前面這張導覽圖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中文水庫 橫跨台南跟嘉義 然後中文西 我是全台灣第四大河川 灌溉個嘉義平原 民國28年的時候 日本紀事發全羽立 曾經有計畫要 先進入中文水庫 然後民國56年的時候 我才動工 62年的時候 完工 然後是台灣第一大水庫 我看一下這個大壩 它就是水庫的主體 再來就是一紅道 它功能就是 排泄大壩上游 最大的洪風量 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裡面還有那個發電廠 可以進行水力發電 火刀水院 那是建議大壩下游6公里 它可以就是把 水啊 出送到烏山頭 水庫啊 可以進行那個調節用 民國62年的時候 就是完工之後 就水庫可以蓄水 就是整個水庫的 由來 然後最後一張導覽圖 介紹的很詳細 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中文水庫裡面的景點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開放時間是八點到下午點 門票了一百塊錢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從二號橋的時候被沾進來 你如果想要住宿的 錄影的可以到 真文青年活動中心 好啊我剛剛在那個 真文之眼那邊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真文水庫的歷史 剛現在就是在觀景樓這裡 這裡也可以搭那個 遊艇碼頭啊 山豬島那邊啊 可以看這整個 真文水庫的風行啊 相當不錯 你如果想健行的話 可以到真文好漢坡 健行步道那邊 爬個山啊 也是相當不錯啊 噢 身後就是那個 觀景樓啊 等一下我們上去 上面參觀一下 整個大壩的風景 到觀景樓 到樓這裡了 今天假日啊 這也蠻多的 我等一下看一下這個 風景 給我看一下 噢 看不錯啊 給我看一下這 上面啊 俯瞰下的風景啊 哇 相當棒啊 哇 相當漂亮啊 整個水庫 風景欲然無異啊 好 今天天氣又有點陰陰的 我看誰 跟著萌萌萌萌 噢 相當不錯 好 這邊觀景樓 會看風景又可以 這些檢查的 也是蠻不錯的 前面這邊還有 重心擠內亞 鳳鮮啊 哇 相當漂亮啊 哇 相當漂亮啊 哇 不錯啊 哇 前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導覽板啊 哇 看看這張導覽板相當清淨啊 哇 看看這張導覽板相當清淨啊 哇 看看這張導覽板相當清淨啊 這邊風景是相當不錯啊 哇 前面這風景啊 相當漂亮啊 雖然這是可以 搭二鐵的地方啊 可是要到 三點半就結束了 沒關係啊 以後也是又再一搭 不過各位也順順可以在這邊 搭個頭 我這裡就是專門在賣那個 水庫魚啊 跟砂鍋魚頭 你說這邊的水庫 水庫魚啊 砂鍋魚頭 相當不錯 我前面這兩間飯店啊 就 有賣針紋 水庫魚啊 跟砂鍋魚頭啊 等下 進去裡面嘗一嘗 看看味道怎麼樣 我看算裡面環境是相當不錯 我看一點個 紅燒土庫魚啊 還有青菜豆腐湯 我等一下吃吃看看味道如何 攝電池 這也是看這個 水庫魚 水庫魚髪好不好吃 黑燒 gefallen 這飯都吃到滴碗 豆腐墊 嗯,很重 嗯,雞 笑不懂啊,很重 嗯,一直哨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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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心理 忘卻一切烦恼 歡迎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